长浪一阵阵拍打上岸 沙滩上遗留的明线车痕 全被海水淹没 完全无法想象 游客们到底是来踏杀 还是来踏浪 小姐你们那时候情况是怎么样好吗 海岸边没有人员看守 但想唱完这神秘沙滩 都得自行乘租沙滩车 游客坐了沙滩车之后呢 他们就是从南澳火车站 一路开上大马路 来到这个神秘沙滩 首先他们会先到左边 平整的海滩地上面 进行一些水上活动 没多久之后 就往右边的方向 那边就是海石洞所在的位置 往崎岖的地方去 就这样开了进去之后 里面其实是相当的危险 透过空拍地图看得更清楚 东部海岸线上这个沙滩 不只能北上踏浪 还能开着沙滩车 滥下冲浪 但因为无人也无法可管 导致意外频传 不管潮起还是潮退 沙滩车游客想租就租 唱完神秘海滩 但却是拿命开玩笑 业者只做口头劝告 相关单位也不明令禁止 意外接二连散发生 究竟谁来负责 记者姚立强 叶维林 隋欢 SNG小组宜兰采访报导